然后我们再回归到 很多球迷说是 波切迪诺可能比较适用于 简单粗暴 像姆巴佩那样的 简单粗暴的打法 可以 但是那样简单粗暴的打法 现在的反击效率 也较以往丢失了很多呀 你跟图赫尔时代 表现比还是差距了很多呀 简单粗暴 也没有见得你打得 多么高效 多么连贯呀 这是不用戏的 我们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之前就说过 波切迪诺需要尽快的确定 自己要打哪一种打法 要不就坚定不移的支持 强力反击 简单粗暴 一脚出球 那你就告诉迪玛利亚 内马包括梅西这样的人 拿球就一脚直塞 给钱找姆巴佩 我们要打得更为开放 更为直接 那么内马也不会说 拿球各种单干 各种年球 各种过 踢斗窃球 梅西也不会说 寻求各种二过一了 那梅西就拿球 简单粗暴 直接塞直塞 像之前跟二八那样的 巴西连线 传长传 对不对 没有明确 第二也是最讽刺的 大巴黎现在这些球样 我们之前说过 全部是西语 拉丁系的球员 完全以脚下技术为根本 举个例子 你看门家纳瓦斯 多达隆马 现在意大利 也在踢技术流走球 对吧 左边后有门德斯 来自葡萄牙 迪亚洛这样的 包括贝纳克 巴西人 然后呢 两个中尾 马尔金耀斯 对不对 右边阿什拉夫 也是之前像各种 技术流比赛 就是球队里面都能踢的 你不管说 我们说多特蒙德亚 或者国际米兰 他也是具备这样能力的 中场维拉底 典型的像拉丁替法 对不对 然后呢 埃里拉也是西班牙人 封线上几个 所有人 除了姆巴贝 全部是拉丁系 迪玛利亚持球的 内马更不用说 持球中的持球 梅西持球的 那你就应该去走技术流 给了你一帮技术流的球员 你现在又要打 简单粗暴的这个 长传 或者更直接的战术 那你打更直接的战术 你得告诉 贯穿给球员本身呀 所以就是处于一个 这两者之间的拧巴状态 这个是最恐怖 最害怕的 同理我们就拿 再拿波切利诺 比一下他的前任 图河或者艾美里 我们看图河当时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他把大巴黎 带到欧冠决赛的那一年 他们联赛也就是冠军嘛 但是大巴黎在联赛中 表现的完全是滑水 就是逆袭 想赢你就能赢 就是那种状态 在整个欧冠里面 踢比赛 踢的多棒 图河很聪明 他跟对立的 所有核心权关系很好 图河是特别疼 内马尔的 但是你看现在内马 赛季初一说内马 胖我们说状态可能不好 但是最近内马恢复的差不多 他数据再拉跨 他不可能拉跨到他 转回到大巴黎 四年以来最差的数据 姆巴比也遇到了最差的 姆巴比单刀也 丢了不少 就目前这支球队 除了马尔吉尼奥斯 原有的球员 保持了自己的原有状态 其他位置全部 叫以往的教练时期 是降低的 那你说这个问题 不在于波切丁诺在哪里 波切丁诺就是第一责任 对不对 然后那么我们再回归 另外一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 就是更深层次的 大巴黎到今天的这种窘状 其实跟他的技术总监 我们说总经理 莱昂纳多也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图河为什么走 就是跟莱昂纳多 两个人的矛盾 类似于之前弗里克 跟我们说的 白人木尼黑的 萨利的整个矛盾一样 你咔咔咔 没办法走了 那么莱昂纳多这是第一 你现在坚持 图河走了 现在让我们说的波书在这块 那你得告诉波书 跟他沟通 你说你这个战术 是怎样的 他因为自己 做的这一步决定 他自己对外 还只能坚定的支持波切丁诺 你这就很讽刺 但是以现在这个状态来说 你大巴黎能走远吗 我甚至觉得 这个遮羞部被拉下来的时候 就跟当年巴尔韦德带巴萨一样 甚至比那个还要宠物 完全是靠运气 球星格能力在加持 你这样也不类于全队的整个团队的整个团结 对不对 所以想不明白 莱昂纳多到底要想干什么 到底要干嘛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大巴黎的高层 他一个失误在于 我从来不坚信那些 没拿到过冠军头衔的主教练 他可以带一只豪门起飞 因为他就没有这层经验 他怎么去直接掌舵豪门 而且像这种银河战舰似的 航弩的 我们客观讲 他不具备这样的心理能力 大家能get到那个点 就我们经常已经看到了很多次这种 在一个中小球队或者中上球队 取得了不错的荣誉 像之前艾美里 我们说带到欧罗巴 但是你让他开航母 连阿斯纳那种都开不 搞不定 因为他不具备冠军气质 艾美里那样 最起码还拿到欧罗巴的冠军 你像波叔这样的 他顶多是带了一个中上游的球队 运巧 其实运气也有加持 在那一年竞技状态上 刚好带到欧冠决赛 就十年吃了一次大鱼大肉 你现在就认定 他是天天吃大鱼大肉的人 可以把这种大鱼大肉 给你做出一桌大菜的人 这是不现实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很讽刺的一点 大巴黎不差钱 但是在权主教练的这个身上 真的是 人琢磨不透 很不聪明 那么今天 我自己的观点 不获悉你 我个人 以现在这个节点 当即立断 该换就换 大巴黎要在欧冠取得荣誉 现在就是一个果断出击的时刻 为什么之前不讨论这个话题 大家看了两个月不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任何节点讨论 都会成为一种黑子去质疑的一种 语评 为什么 因为之前梅西跟波切迪诺甩脸下来 那我们讨论这种问题 大家会说 一个梅西可以操纵整个俱乐部 然后呢 之前积分榜上 或者说 那会儿的打反应特别出路 但是积分榜上没有体现出来 我们讨论的时候 肯定有那种非极端的粉丝 都不能称之为球迷 又会说 没有见过在积分榜第一的主教练被炒鱿鱼的 但是如果真的你客观的看了比赛本身 细致的研究了比赛的进程 大巴黎的问题 完全不是积分榜内部能体现的 现在开始慢慢暴露 所以你问 我是坚定不移的支持换帅 如果说 这些球 你上一年丢掉了联赛冠军 可能是因为磨合不够 那有可能 但是今年打了十几场比赛 每一场比赛的进球数 较以往降低了很多 每一个位置的球员 95%的球员 较以往的数据降低了很多 同时你的胜率又是较以往降低了历史最低 那这个责任最大的至少应该是在周教练 这一批巴黎的球员真不差 内马再差不可能是这么拉垮的数据 姆巴贝再差也不可能是这样拉垮的数据 维纳尔多姆状态再不好 也不可能是这样拉垮的数据 感谢大家 欢迎讨论